好多了 怪不得那么多人都要去饱和堂看病 杨末道 方才师真 看到太后娘娘肚腹发胀 脾不合则食不化 胃不合则不思食 脾胃不合则不思而不化 应用几日贱脾补血的方子 杨末这话说得太后娘娘不住地点头 尤其是说对了病症很是欢喜 哀家这几日就是犯食尽的不好 杨末去一旁写了单方 太后娘娘吩咐工人端来赏赐 满满一托盘的小银钉 还有盘女子佩戴的各种香包 太后亲手挑了纸 让杨末戴上 杨末拿到手里 有过清凉的檀香味 宁妃娘娘眼睛在杨末身上转了好几圈 亲自将杨末送出慈宁宫 回到杨家 陆一娘立即迎上来问 可有什么事 杨末道 没什么 只是给太后娘娘诊病 这次进宫 比前两次都要轻松 好像只是太后娘娘看中了她的医术 满屋子的人 除了宁妃娘娘看起来有些怪异 别的人都还算寻常 杨末换了衣服 静止去药铺看周成龄 周成龄这几天有些忙 杨末去的时候 周成龄正和萧柯说话 看到杨末过来 就让萧柯退下 杨末抿着嘴 给周成龄把了脉 准备站起身去开房子 等一会儿让魏卯进来给你施针 魏卯 周成龄看向杨末 为什么要让魏卯过来 杨末道 昨日我已经教魏卯学了 怎么给你施针 总要让他自己试着治一次 周成龄看着杨末淡淡的神气 好似有什么事没有说出口 杨末站起身 外面有病患 我过去看看 周成龄撑着身子 从床上坐直 伸出手想要挽留他 却没能拉住他的手 杨末想起他生病那晚 周成龄虚弱地跪下呕吐 不由得又有些心软 有什么不痛快的事 他今天好像不太爱理睬他 你有没有见过刘延宁 杨末抬起头来问 周成龄一争 没想到杨末会问起这个 见过 不过没看得很清楚 成亲了那么多年 没看得清楚 今天我在慈宁宫看到刘延宁了 他生得很漂亮 手上还带着和你一模一样的班纸 周成龄看着杨末 好像对杨末的话有些费解 那是我们成亲时的彩礼 杨末瞪着周成龄 他知道 刘延宁露出班纸给他看 是故意作为 不过既然那只班纸给了刘延宁 周成龄自己怎么还天天带 周成龄很不在意 这是家传的 我舍不得放起来 他的那只 可能是长辈找出来的 合理的时候也没有送回来 杨末点头 送出去的东西 哪里能拿回来 毕竟 他做了你几年的正妻 不知道周成龄 对刘延宁这件事 有没有隐瞒 他这个人 向来心思很深 谁知道说出来的话 是真是假 大约是看出了杨末的心思 周成龄也沉默下来 半赏才到 我怎么躺在家里 也有灾祸砸在脸上 周成龄这话 好像让他觉得 自己有些小气 杨末皱起眉头 我可不是小气的人 周成龄似笑非笑 不过这时候不停地点头 对 你不是小气的人 周成龄咪咪嘴 这话说出来 又有点酸 要不然我们成亲之后 活那几个妾室 也好让你少些 善度的名声 这话 就像一把刀 插进他的心里 杨末抬起头 怒目已逝 古代男人 将那妾挂在嘴边 不当做什么 这一点 还真是没法 和他们交流 兴许成亲之后 周成龄会多那几个回来 开之散叶 怎么了 杨末冷冷地道 纳妾没问题 只怕到时候 你身子受不住 都病成这样了 还惦记着纳妾 她可没那么好的脾气 给她安排每日 去哪个妾室屋里 等到妾室生孩子 她做家里的接生婆 周成龄说完 去拉杨末的手 杨末转身 又让她拉了个空 转身走出去 吩咐魏卯和萧全 去给周成龄施针 杨末看完病患 转头看魏卯欲言又止 怎么了 杨末问道 周夜有些不大好 好像比 好像比平日里重似的 坐着都会投运 难不成 是她推得重了 谁让她说那样的话 杨末进了手进屋 去看周成龄 今天觉得不舒服 杨末低声问 周成龄每次和她说话 都会尽量撑起身 这次也是艰难地挪动着 那天去张家的时候 还很精神 怎么从张家回来 就变成这样了 不知道是不是走动几步 伤了元气 周成龄坐起来 让杨末给她检查 按压的时候 看着她皱起的眉头 有些疼 这几天好好歇着吧 不要见太多人 说太多话 你的病本来就是要静养 不能有情绪波动 杨末说完话 周成龄拉起杨末的手 生气了 杨末故意不去理睬她 我一把年纪了 哪里还敢哪儿歇 周成龄道 我这身体也经不起折腾 还是算了吧 杨末憋着不说话 周成龄又道 我是为了逗你 谁知道你就当真了 什么时候开玩笑不好 偏是今日 顺着她的话茬说出来 听起来好像是真的 有句话说得好 自作孽不可活 周成龄皱起眉头 果然一着急 就头疼起来 杨末第二天 按时去慈宁宫 给太后娘娘诊治 皇上一直没有自私 太后娘娘让人整理好衣衫 躺在软榻上 看着杨末 叛党乱起来的时候 冯皇后就在挨着这里 杨末从周成龄那里 知晓太后将冯皇后 藏起来的是 太后娘娘声音平淡 好似在随意和她闲谈 自从昨日突然进宫 杨末就一直仔细地 注意着身边的一切 她不是个小心眼的人 但是她觉得 刘延宁没安好心 不管刘延宁想做什么 她一定要立即发现 昨天她和周成龄说起 只是看着她疲惫的模样 她不想开口 她要自己先弄个明白 不能全都依靠周成龄 杨大小姐是女医 不妨和哀家说说 皇后一直不能有孕 是不是有病症在身 怎么会突然提起这个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杨末不可能不紧张 民女没有替皇后娘娘整过脉 说不清到底是因为什么 太后却好像已经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点了点头 听说你生母有了你之后 咬折了不少孩儿 说着抬眼看杨末 你说是病症 太后娘娘 仿佛对她的事很感兴趣 杨末警惕起来 河头上冒出了汗 是病症 和纯郡王世子爷 是一样的病症 哦 太后娘娘道 你将来嫁人之后 可会生下这样病症的孩儿 不会 杨末心里如同明镜 她太清楚容血症了 可是当着太后娘娘的面 她不能说实话 也不一定会 她要看看太后是什么意思 太后明显有些失望 半合上眼睛 什么也不说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谁在太后面前说了什么 太后不可能是关心 她和周成龄以后的孩子 杨末大胆地扭头看太后 仔细琢磨了太后的神情 太后不知道在想什么 好似没有拿定主意 端茶喝水也少了些耐心 放茶碗的时候 也尝了一口气 太后娘娘让告安 杨末归心似箭 恨不得立即走出 那扇珠红色的大门 却要小心翼翼地 跟在工人身后 慢慢地向外走 到了饱和堂 杨末立即让人 去丁院判家里打听消息 就问问丁院判 太医院有没有针灸有名的御医 我每日给太后娘娘用针 只怕哪里会大意 我将用针的血维都写出来 请丁院判帮忙斟酌 丁院判常和她说起医科上的事 不一会儿功夫 姚御医来到饱和堂 丁院判前我来和大小姐说一声 大小姐用的针 和从前给太后娘娘用的没什么差别 大小姐放心用就是 杨末谢了姚御医 姚御医和白老先生说了会儿话 才离开饱和堂 等到姚御医离开 杨末才去周成林屋里 坐在椅子上 杨末抬起头 周成林本来平淡轻松的目光 看到她之后也沉了下来 怎么了 我觉得不太对 杨末叮声道 太后娘娘让我进宫诊治 其实太后的病不过是救急 只要太医院照常治就好 会不会有人在太后娘娘面前说了什么 他们的婚事 即使是太后定下的 所以她一直没有在意 不管是太后还是皇帝 都不能用普通人的想法去揣摩他们 一定有事 否则她不会这么紧张 别着急 我让人去查问 说到这里 周成林偏过头咳嗽两声 就算有事 也是才开始谋划 否则她应该很清楚地知晓 刘家那边也在安静地谋划 除掉冯国昌这个大敌 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皇帝沉溺在炼丹上 再过几天 朝政就要握在他手里 刘彦田可谓是春风得意 刘彦田小声地吩咐 一定要绕开所有人 不管是宫里还是上庆院 不知道谁是周成林的耳梦 宫人小心地点头 您放心吧 这件事已经十拿九晚 吩咐好了 刘彦田走进屋子 刘彦宁正和妹妹一起写诗 见到父亲 两姐妹上前行了礼 刘夫人送走了女儿 服侍刘彦田坐下 才上前道 事情可还算顺利 刘彦田走到窗子跟前 扮上识笑 没想到周成林 会在一个女人身上栽跟头 之前我还以为 她比她祖宗强 什么都能算计 什么都能分得清清楚楚 她别的不会 最惯于利用别人的缺点 周成林的缺点 就是太在意阳士 请献王太妃来提亲 又将婚事定在明年二月 所有的举动都在说 她想要娶阳士 现在她一定非常想要 让阳士进周家 周成林的脾气 如果娶不到阳士会怎么样 刘彦田很清楚地知道结果 求娶阳士的同时 也将软肋亮给别人看 阳士又不是普通的内宅女子 在外面显露锋芒 其容易被人利用名声 想到这里 刘彦田笑着看向刘夫人 外面传得阳士厉害 我们就借着这股风 将阳士送上天 皇上现在正愁子嗣 我们也是为皇帝分忧 还是严宁说得对 皇帝最大的软肋就是没有子嗣 我们因此将冯党铲除 现在也可以利用这个 拿下周成林 一事不凡二主 在冯党身上用过的手段 为何不能拿来给周成林用 这个残渣圣犯 也能将周成林淹死 想要做枭雄 那要六亲不认 哪里能儿女情长 真让人笑话 刘夫人道 到底要怎么做 皇上真的会要娶杨氏 杨氏可是一个 在外抛头露面的女艺 周成林娶杨氏 已经让人惊讶 那怎么一样 嫁给周成林是做正气 进宫 不过是开个脸侍寝罢了 皇上沉迷先属 不过就是找个人传宗接待 现在只要谁能生下皇子 皇上就要拉到身底下 让他怀上龙肿 此时此刻就如同刘雁田的安排 皇帝的周围点满了莲花灯 让刚刚入上清院的高规员讲道 高规员的头发 一边是白色的 一边是黑色 在灯光下尤其清楚 皇帝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高道长见过我父皇 高规员汉首 先皇三岁时 微臣进宫讲道 有幸相见 先皇三岁 现在高规员要多少岁 坊间传高规员 也不是一日两日了 他小时候就听过高规员的大名 那时候高规员 是白发苍苍的老道 而今却是一半的头发变黑了 道长说 修仙当如何 高规员扬扬手上的浮尘 头发在灯光下被照的发亮 当求访一人 皇帝听得热血上涌 忍不住站起身 走两步 转头来看高规员 道长的修炼 已登峰造极 不妨说说 朕现在最愁的 所谓和事 高规员睁开明亮的眼睛 仿佛能洞察一切 子嗣 只要皇上有了子嗣 地位自然安保 也有更多的时间修炼 皇帝攥起手 朕吃了无数丹药 却还是没有留下子嗣 那是不同的人 高规员脸上露出肯定的笑容 皇上会有龙子的 这两年会有喜事降临 微臣已经看到了祥瑞 皇帝立即有一种欢喜 他喜欢这个高规员 他喜欢 他要让高规员留在他身边 道长可愿意留在上庆院 高规员站起身 向皇上行礼 请恕臣不想整日与丹炉相伴 高规员说完 告辞出门 黄英这才上前道 奴婢看着这人太不识台诀 天家千万不要因他动气 你懂什么 皇帝冷笑一声 不切地看向黄英 你这个男不男女不女的狗东西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恬不知耻 说着 一脚踹向黄英 黄英被一脚蹬在地上 黄英爬起来的 就像高道长说 是不是该张罗着选秀了 皇后出了事 现在皇帝提起后宫那些娘娘 免不了个影 却不代表皇上 对新进宫的女子不感兴趣 皇帝有些泄气地坐在软踏上 朕后宫不缺女人 只是没有一个能受孕 可能是天家体质不同 天家既是天子又是天师 寻常女子不能受孕 定调高道长说的那些义人 义人 皇帝冷笑 你知道什么叫义人 神人 方氏 才能是义人 黄英顿时一脸挫败 奴婢还以为 是不寻常的人 有义才在身 比如能遇知将来 能起死回生 起死回生 义人 已经不是一个人 在他耳边提起 上清院的道长 几日前就说过 皇帝获人抬起头 那个杨氏 是不是能起死回生 杨氏 黄英一争 一时没想起来 天家说的是 皇帝瞪圆了眼睛 饱和堂的杨氏 那女医啊 能治病的女医 黄英立即道 可不是义人啊 这几日 杨氏正在慈宁宫 给太后娘娘诊治 太后娘娘的病 经杨氏的手已好多了 杨氏这样厉害 岂能不知受孕之道 皇帝眼前浑然发亮 他之前怎么没有想起这个杨氏 让杨氏进宫给皇后诊治 不过现在想起来 也不晚 杨末不知道做了一个什么梦 全身一抖 顿时被吓醒了 梅香在外面吩咐脖子 晚点打扫院子 大小姐看了一晚上的书 才睡着 一会儿再过来 杨末迷迷糊糊 又闭了会儿眼睛 然后拼上衣服到窗前 下面很安静 仿佛能听到落雪的声音 大片大片的雪花 就像熔球一样 从天上纷纷扬扬地落下来 杨末忍不住闭嘴笑了 梅香听到响声进门 发现杨末已经自己换好了被子 梅香放下手里的东西 吩咐小丫鬟打水 小姐怎么自己起来了 杨末觉得今天是个好日子 他从小就喜欢下雪 有雪的地上 显得到处都很干净 咱们后院的梅花开了吗 开了 刚才九儿还说 要摘几只放花壶里 要撒腰可以 温定